在15公分高的床板下 一个小眼男正直挺挺地躺在里面 而他对面的床外 却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 这时候房间里进来了一个穿球鞋的男人 他走到女人身边 慢慢俯下身来 用手把女人的脖子正了正 然后起身走到了床边 吓得床底下的小眼男顶住了呼吸 此时被掰正脖子的女人睁开了眼睛 他透过球鞋男的双腿 朝床底下的小眼男看了过来 然后对着他无声地说了一句 救救我 但床底下的小眼男 此时紧张到了极点 他看着女人疯狂地摇了摇头 这时候那个球鞋男 再次来到了女人身旁 他用双手捂住了女人的嘴 用力朝旁边一摆 女人瞬间断了起 而床底下的小眼男 也被吓得没了呼吸 就在此时 球鞋男用手盖住了女人的眼睛 把女人的头转向了床底的方向 然后移开了女人眼睛上的手 一双死不瞑目的眼睛 正炯炯有神的 盯着床底下的男人 而床底下的小眼男 越发地害怕 已经把他的小眼睛瞪大了一百倍 但这还不算完 球鞋男又掰动了女人的手 给女人的手比了个晋升的首饰以后 放在了女人涂满橙色口红的嘴上 床底下的小眼男 看到这一幕直接吓晕 就在一天前 一个女人扛着一个大包 入住了小眼男开的宾馆 但小眼男是个贪财好色的家伙 他给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监控 等到晚上夜黑人静 小眼男就打开了监控 盯着女人换起了衣服 不想看着看着 女人的房间 进来了一个球鞋男 直接一刀捅在了女人腹部 小眼男被这一幕吓傻眼 还好他智商在险 立马拨打了110 本想把他看到的告诉警察 却发现监控里那个球鞋男不见 就在此时 小眼男的门外 传来一声声敲门声 小眼男被吓得挂断了电话 他切换了门口的监控画面 发现那个球鞋男 此时正对着自己门口的摄像头招了招手 于是小眼男只好撞着胆子去开门 来到门外以后 那个球鞋男 掏出两张大钞和女人房门的钥匙 表示要续防 本就无比紧张的小眼男 在看到球鞋男手上的血液后 更加颤抖 但球鞋男却说 这是杀西瓜沾上了 还开玩笑问小眼男要不要吃 小眼男只能假装淡定地 给球鞋男拍了单局 等球鞋男终于离开柜台 小眼男立马跑回了房间 停赴M次心情以后 他再次来到电脑面前 却看到女人房间的监控里 那个球鞋男 把女人包里大把大把的钞条 丢在了床单上 小眼男看到这一幕 一个新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 第二天正在柜台数前的小眼男 被外出的球鞋男打断了 他来告诉小眼男 住的房间不用打扫 然后就迈着潇洒的步伐 离开了宾馆 临走前 还对着小眼男招了招手 小眼男看到球鞋男离开 昨晚的那个想法 开始涌现出来 他带上宾馆的万能钥匙 来到了女人的房外 思考再三 来回走动三圈以后 他还是打开了女人的房门 看到躺在地上 满身是血的女人 他来了个三寇九拜 但这并不影响他 接下来在房间里翻箱倒柜 在一翻倒堂以后 他在一个柜子里 找到了一叠大红钞 红彤彤地看上去非常诱人 但就在此时 他听到了女人微弱的求救声 他看了看地板上的女人 犹豫在三后 贪婪打败了李治 他没有管女人 而是拿起一个袋子 把柜子里面的大红钞 全部装了进去 正当小眼男绕过地板上的女人 准备离开时 门外却响起了一阵掏钥匙的声音 集中生智的小眼男 看了看唯一可以藏人的床 立马把自己塞了进去 然后屏住了呼吸 而在他一尺之外的地方 满身是血的女人 正微弱地呼吸着 于是开头那一幕就出现了 小眼男亲眼目睹球鞋男 掰断了女人的脖子 还给死不瞑目的女人 摆了个近身的首饰 然后小眼男被吓晕了过去 直接一觉睡到了天黑 醒来的小眼男 艰难地从床底爬了出来 慌慌张张绕过走廊以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看了看座机 思考着要不要再打个110 却在不经意间 看到一大袋大红钞 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小眼男这才反应过来 再不报警就真的晚了 于是 他立马拿起他的老夜机 紧张地按下了110 就在此时 他后背出现了一个黑衣 举着一把锤子 一把敲晕了他 等到小眼男再次醒来 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一群警察冲了进来 把小眼男压在了衣柜上 而不远处那具女人冷冰冰的尸体 正躺在小眼男的床边 于是小眼男被抓走了 当警察架着他经过人群的时候 他看见藏身人群的球鞋男 正对着他递色的微笑 咱就是说 如果小眼男一开始 就把这事告诉了110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可惜终究是 不作死就不会死